Fender推出了一個新的系列叫Pure Sonic 我手上這兩個型號是出給電話用的 一個是有線 一個是藍牙 有線的有些可惜只有3.5頭 所以我今天是試藍牙這個 他們的賣點就是第一便宜 1000元以下的定價 但是保留Fender的外形 摸上殼都頗舒適 通常藍牙的人長時間戴在這裏 我稍後就試試戴得舒不舒服 沒有鑊 平均 OK好聽 但是我比較OK好聽 OK好聽可能大家已經不知道怎樣演繹 OK聽得 應該這樣說 你捉著我好聽的 然後你罵我 不要聽的這樣 不是不要聽 OK聽得 但是我比較著重是戴那個 夠不夠舒服 還有戴得久會不會不舒服 你知道 藍牙耳機這些 剛才說的會長期作戰 我剛才這樣戴下去 第一 其實比A9 之前的A系列會小顆 輕一點 還有帶進去之後 你可以自己換耳膠 我現在換自己Feed Size的耳膠 帶進去 是會 中間會忘記了戴著的 即是有一剎 我覺得舒服的 輕的耳機 應該要做到這件事 配戴是舒適的 那我一開始看到它這裡定住兩塊 不明白它這邊是什麼 因為它一邊是右鍵 這邊寫Fender 一邊是右鍵 但是我這樣戴下去 我後來就明白 可能這邊是用來平衡的 因為這邊有一塊 你看到Exactly size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弄得一邊的話 那你就這樣戴著這邊 可能這邊就是扯著 但是剛才我這樣兩邊戴著 兩邊的重量又很平均 所以這樣可能才會令到我 不是很覺得戴著它 所以如果大家是可以出去試之餘 如果不用了 我是要找一隻藍牙耳機的 那你可以去Shop那裡買 你剛才看完整條片 覺得我不試這個東西 但是都想對這個東西是有興趣的 這個東西 這個耳機是有興趣的 因為它是一個給電話用的淫門耳機 又是Fender 加上它只不過是780元 這個是980元 因為新出的都是沒得減的 那你都可以去E-Shop那裡看一下 一樣進入師徒師傅的歌曲 面運費 我們在這裏